在香港 学与兴奋 香港过去这些年 大陆人买的房子要一户一户的差 一个不到房子 让所有的银行 要把过去三十年的 所谓的往海外汇款记录 全拿出来差 澳门 香港 欧洲 美国 加拿大 新西兰 澳大利亚 有本事你别信 只要你在海外花不钱 你买过房子的 你看了差不差 只要你人没出来 钱就必须回去 然后大姑娘在国内 现在下面的反习的声音 已经是完全失控 现在有很多人 要把白纸革命 火焰革命 当然新中国联邦 是他们心中的盛天 他们心中有数 只有一个希望 共产党它挡不住 两个最核心的问题 第一个是民心 民心笑哭 共匪必亡 第二 数字货币和无影之父 鬼影之父 它挡不住 你看着郭文贵给你们来点 更神的 现在麦田斯基访台 全世界咱们爆料 跟七哥第一个爆 我告诉你 我不爆的 你会发现 突然就发现了 人到台湾了 而且就从前天开始 大年初一 共产党的所谓的老朋友 一个又一个的背叛给他翻脸 从今天 明天无数个无数个无数个金融危机 市场的崩塌 会围着共产党一个一个开始 跟着共产党走向火葬场 从昨天到今天 七哥的所有大事都发生了 所有的什么这样的案子 破产案 什么海外的案 英国案 都是天大的好事 好得我都不敢相信 给七哥这么多礼物 给爆料革命 2023年来了 该是我们的年了 阴暮年 活水 还有更重要的 天地宇宙万变 其中一条不会变 就是今年 绝对是个去魔的时代 谁是魔 你可以颤抖了